再向苦路行 受苦節靈修密賞 第三日 主的道路 老家福音9章21至26節 耶穌道了該薩尼亞肥利比 在老家福音9章22節 還第一次向門徒預告他 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祭司長和民事棄絕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然後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寫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到底耶穌說寫己 背起十字架和跟從他 是什麼意思呢 耶穌對跟從他的人有什麼期望呢 向自我說不 Say no to self 耶穌又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寫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老家福音9章23節 跟隨耶穌的第一個要決是寫己 意思不是憎護或者否定自己 因為憎護自己就是興忽自己的特性 否定自己就是否定現實 寫己即是將生命的主權 自願交給我們的主 自願交給我們的主 耶穌 Aerroholtz 穆斯 解釋到 寫己就是將自己的感覺 需要和安舒放在次要的位置 而將神的旨意擺在手位 寫己不是消極地壓抑自己的感情 意念和慾望 而是積極地學習駕馭他們 救我希望過一種自我中心的生活 追求自我實現和滿足 但是主呼召我們那種以神為中心 效法基督 聖靈引導的生活 神差耶穌到世上來 為我們受死 叫我們這些不義的人 被稱為義 得著新生命 耶穌洗淨我們的罪 埋屬我們失落的新心靈 因此 我們虧欠祂 我們的生命不再屬於自己 而是屬於耶穌 但是祂不是要限制我們的個性 能力和才智 而是要我們承認神 為我們成就的事 讓耶穌基督 可以掌管我們的生命 使到聖靈塑造我們的聖情 使我們的生命 換言一身 受拒絕之苦 Suffer rejection from men 耶穌切切地祝福他們 不可將這事告訴人 有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被長老 祭司長和民事棄絕 並且被殺 第三日復活 老家福音9章21-22節 在耶穌的時代 十字架不是裝飾 不是擺設 也不是宗教的象徵 十字架是令人討厭害怕的凝聚 對於世人來說 十字架是半腳石 是餘絕的 就像 哥林多前書 一章23節所說 是痛苦 羞辱的記號 對於信徒而言 卻是耶穌基督在他們生命中的落印 耶穌曾經三次預言被出賣 棄絕 並且被釘死 首先是 老家福音9章22節 在蓋薩利亞 肥利比 接下來是 9章44節 在前皇家八龍的圖中 最後一次是 18章31-33節 進入耶路撒冷之前 他第一次預言的時候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 雖然三卷福音都強調必須 但是老家福音特別強調這一點 第22節原文的詞綴是 必須人子受許多的苦 並且後文重複這一點 指示他必須受許多的苦 又被者世代棄絕 17章25節 耶穌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嗎 24章26節 同樣 耶穌的門徒不是 或許受苦 人子必須受苦 所以他的門徒 也都必須經歷苦難 Todd H.Wattel 說 你要跟從耶穌 那麼 在他身上發生的事 也都會在你身上發生 重要的不是 是誰受苦 而是為了什麼緣故受苦 背起十字架 和一常生活上的困難無關 那是指為主的名 被徵護 排擠或攻擊 背十字架只是方式 求苦難 但也都不應該在苦難中抱怨神 全言順服主 Surrender all to Jesus 因為 第四章24-26節 對於門徒來說 壞消息是 沒有人可以跟他們共償 或者為他們代償 十字架的滋味 好消息是 耶穌在前面 引領他們 他們只需要跟隨他 就不會跟他分離 在福音書裡面 耶穌說跟從我 至少有十四次 但不是人人都回應他的呼召 遠要回應的包括 包括《馬太福音》4章18-20節提到的安德烈和彼得 《馬太福音》9章9節提到的馬太 和《約學福音》1章43節提到的弗力 後來都成為了使徒 而不願意回應的 就沒有在聖經中留下自己的命 包括《路加福音》9章59節提到那位 要先回去埋葬父親的人 和《路加福音》18章23節提到富有的少年觀 耶穌最後的呼召是在《約學福音》21章18-19節 升天之前向彼得發出的 同時也提醒他 不要只留意其他人 和其他人作比較 耶穌呼召我們跟從他 不要交代到他什麼時候出發 將往何處 和什麼人一起來 他只是告訴我們 誰引領我們 供應我們 靈思密相 主耶穌不是呼召我們作被動的接受者 沉默的旁觀者 或者不冷不熱的跟隨者 祂是要求我們背起十字架 捨棄世事 愛祂過於我們的家人 和財富 我們有沒有照主耶穌的意思跟從祂呢 是什麼難阻我們以祂為生命的主呢 主耶穌在世上沒有窩 也沒有枕頭 我們跟從祂 不會得著地上的財寶 還要將萬事當作憤兔 但是我們不應該讓任何事物 成為跟從主的難助 因為守扶著泥向後看的人 不配進神的國 今天 我們有沒有專注跟從主呢 還是仍然對這個世界亂亂不捨 除非我們將全人獻上 背起十字架 否則 就不能得著什麼 作者 葉福成 莫瑞英